大家好,我叫谢华,来自广东汕头 那么我是一个职业的花式足球运动员 从事职业花式足球到现在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那么一直都是在从事我们中国的青少年校园足球这一块 那么我是以凭借自己喜欢足球 然后在读高中的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去训练花式足球 我小时候第一个梦想是当一个电脑老师 第一次接触足球是因为看了巴西球星罗纳迪尼奥 拍了Nike还有百事可乐的一些足球片子 然后呢觉得我自己如果训练的话也能做得非常好 然后我就自己开始训练了 我接触足球的第一个梦想就是想接拍Nike的一些室内广告 然后成为罗纳迪尔多这些国际球星 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就可能七八年的努力 然后终于有机会可以拍到类似于说这些片子 而且我现在经常进校园 把这个非常有趣的运动项目带给小朋友 非常开心 其实我觉得最困难是应该是自己吧 就是内在的东西 我父母在我踢足球的田两年 他们是非常反对的 因为大环境的足球非常的不好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以后没有发展空间 那受了很多阻力 但是我自己是坚持了 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连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能坚持 那以后可以去立足呢 在这个社会上面 首先我已经达到了第一个目标 就是做一个职业的花式足球运动员 第二呢就是我希望终身去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接触到 花式足球能够享受到花式足球带来的快乐 我觉得年轻人如果要实现梦想的话 必须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意志力 我觉得需要有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他时时刻刻都要 记住在你自己的头脑里面 不断的去训练 不断的去做 即使没有可能你也要努力 所有路都是本来是没有路的 是通过你自己不断的去寻找 不断的去摸索 所以才有今天这条路的 所以很多东西是需要你自己坚持 独立的去创造 去摸索 去接触 去交流 去更认真 更踏实的去做好每一步 Hello大家好 我是花式足球谢华